都说每逢佳节胖三斤,如今碰到过年,小剑感觉身上的肉,简直是成为树增长了。 别的不说,光是家乡的各种美食,就足够小剑每顿吃到三晚饭了。 讲道理,家乡的味道真真是每个人都拒绝不了的啊。 这一次,风味在西安邵县,谢霆锋邀请白鱼做客节目,那么此行他们又会解锁哪些当地的特色美食,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? 小剑这就带大家伙去了解了解。 先上几张图给大家感受感受前方高囊,静屏幕前的小可爱们管好自己的口水,一见钟情的吸引安慰到白鱼心中的前三究竟是? 当导流白鱼观光游客谢霆锋上线,除了地道的美食,本地人白鱼解锁的地道吃法,也是你值得瞧黑白话重点的。 比如,冬天里,粉汤羊炫可以和肉夹馍一块吃,这样喝完这个汤之后,再吃这个肉夹馍,就会感觉很暖。 至于文明全国的BNBME,白鱼说了,要就着,算吃,赶紧记笔记,这道题要考,还是一口一个的那种。 最可爱的是因为谢霆锋竟然真上当了,心疼话说回来,在陕西人民是真的很实在啊,面都是超大饭的那种。 刚端端上来时,谢霆锋差点就以为是两人分了了。 品尝过美食后,两人还特别去到后厨一起学做BNBME,瞧瞧这动作,这架势,还真有几分专业的感觉。 上一秒还是谢大厨,下一秒谢三岁就上线了。 这部,故意给白鱼挖坑一个演员的观察力,是很大的一个关系那核心机,白鱼早已有备无换队,你刚做的时候我偷悬了。 瞧瞧他眼角那藏不住的笑意,这两人家一块也就六岁吧,没有多的了。 还真是,连两只手指怎么运作都瞄到了,厉害了。 感受一下谢大厨与白小厨的自制大餐当然,两个三岁凑一块教学系,安化 BNBME,甚至是BATTLE系安化也是挺有意思了 BNBME,也有扑面当然,节目中白鱼还提到了自己儿时最向往的美味, 是小时候背着爸爸妈妈偷偷去吃的东西,而且你吃一口就会感觉,很甜蜜还有被称为糊涂。 在口中的西安味道那么一系列的关键词,到底指向的是何种美食呢? 欢迎大家参与五奖竞餐,点击屏幕下方即可留言。 当然,大家都知道,西安除了文化底蕴深厚,更是美食众多。 那么问题来了,在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白鱼心中,究竟哪些能够榜上有名呢? 节目中,谢霆锋已经帮大家问出来了,想去西安旅游的小伙伴吗? 可以自行上节目解锁白鱼心中的top3了。 为什么是肉加馍不是馍加肉? 风味小课堂开课了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,很多事情,我们因为习以为常,就不会去追。 问,但是这次西安之行,谢霆锋白鱼的对话里分分钟都是干货。 就像节目中,白鱼问道的为什么我们常说肉加馍,而不是馍加肉。 不知道了吧? 原来呀,这个名称也是有由来的,除了白鱼分享的印和知识点,谢霆锋解锁的生活小技巧,也是实用性满分。 比如,品尝大家都担心的吃过蒜后口中有意味怎么办? 只是,谢霆锋两个字就解决了当然,干货麻麻的生活知识分享,就足够让人目不暇接。 谢霆锋竟然还在节目中,实力传授白鱼聊那技能。 嗯哼,男神提供的高能聊那招式,到底是啥呢? 这里小剑可要卖个关子,屏幕前的男孩只想学就自个闪节目取进去吧。 从偶像到同行两人的古装同框不能更扬言。 作为迷逼的白鱼,在节目中求生欲可以说是为父了。 这不,遇偶像的初次会面就惊险死亡金句,我小学就特别喜欢你。 谢霆锋,小学那个不是我不,是我我这操作,只怕是个假粉丝。 当然,白鱼是真的真的,年轻只是长得比较着急一丢丢,上高中就被陌生人问在哪儿工作的那种心疼白鱼,你是不是看不出来,我是一个90后。 请注意谢霆锋震惊的眼神讲道理,小剑也真没看出来啊。 除了带谢霆锋品尝美食,迷地白鱼还亲自下厨,为偶像带来了别一样的惊喜。 叫谢霆锋选好的料,全家在炒酸奶里,看看白鱼狂笑的表情。 想必大家也很好奇除了油铺辣子,谢霆锋选择的另一个碗中,究竟装了什么? 等等,还额外加了辣椒。 一集,草莓这是什么神仙组合? 连拒绝都不能谢霆锋都吓到求助节目组了,也没有买保险。 没买的话,现在买还来得及吗? 眼看着白鱼拒绝谢霆锋同生死的提议,小剑心中就有了不祥的预感。 果不其然,谢霆锋都吃出了表情发来个特写大家。 感受一下这味道的复杂与浓烈这个谜地,不一般买话说回来,白鱼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啊。 曾经是偶像,现在是同行,直接在节目中和偶像同框。 初次见面就收获了一个熊豹皮,S。 讲着,看着他俩拥抱,两个男神站在一块,小剑都不知道该羡慕白雨, 还是羡慕谢霆锋了,与偶像一起变小美食,一起花学一起去到西安当地人浩南的家, 两人联手为浩南家人精心制作了南北河地的B&B&M面捞起。 当南方特色捞起于一件陕西经典B&B&M面, 这一次的居家厨房,也是心意满满了。 当然,居家厨房也是这一季的风味最大的特点之一。 我每大厨县亭封每到一个地方,都会去到当地人家里的厨房, 为他们做上一道菜,有目又很羡慕被雪中的幸运鹅。 回归正起,白雨除了与偶像现代装同框, 还一起穿上了古装,还超有共同语言。 这……不,吃着吃着就聊上了一同他讨演员这个职业的相关问题。 话说回来,这两人,不仅现代装同框扬眼,古装更是让人没话说。 尤其是看到白雨打招小潮跟偶像介绍产品时, 小剑简直笑出声来。 讲道理,要是这同样有颜值有演技的两人能够合作影视作品, 想一想都觉得美, 其Z,大Z, 这里小剑, 认真地问大家一句, 有多少人想看这两人合作。 当然,今天就聊到这里,想要解锁这一气风味的小可爱们可以自行关注今晚十点这家卫视了。 话不多说,大家伙赶紧帮好小把笨吧。